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法规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目 今天要来讲金融法规 首先要来介绍参与讲解的两位教授 在我右手方的是于教授 杜教授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边跟你一起来了解金融法规 在我左手方的是蔡教授 杜教授好 于教授好 很高兴今天与两位教授及各位同学 探讨今天的金融法规 今天讲的金融法规的内容和上学区的金融法规 有很多不一样 因为政府有建议近年来金融经济情势的快速变迁 为了适应产业经济的发展 所以银行现代化及配合国家金融政策等 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 法则都加以修改或删除 正列以加强金融业织经营绩效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 第一个是银行法的严格 第二个是银行法的意义 第三是制定的精神 第四是银行法的功能等 我们首先要探讨第一项就是 这个说明台湾银行法的严格 我们请于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环境一直改变 银行法也是跟着改变 说我们发现环境的不同 要配合潮流趋势 银行法跟着修正 来 我们来看现在的银行法的严格 第一个同学会发现 民国二十年那是最早了 我们从三月二十八号开始公布 然后在民国三十六年第一次修正 然后正式实施了 三十六年 三十九年跟五十七年 也正式地进行局部的修正 当然六十四年是全面的修正 就成为现在真正的 所谓的银行法的一个主题 七十四年 七十八 八十一 环境一直改变 其实那个时候是配合银行的 自由化 国际化 然后再增加修改 在民国八十四 九十六年 也增修了一些法规 九十七年是具现在最近的一次修正 同学有发现这些年度就是整个环境变化最大的年度 所以陆续我们的讲次你会发现不同的主题 就在探讨它的时代背景 好 谢谢余教授的说明 这个我国银行法公布是在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八号 而正式的实施在民国三十六年 以后呢 未来要适应这个经济的发展 及这个配合国家政策等 每年陆陆续续都有做了局部的修改 这个是第一项说明 第二呢 就在说明银行法的意义 我请这个蔡教授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探讨的银行法是规范一国的银行制度 以及银行业务经营的基本法律 那我们的银行法是金融机关呢 它主要用以规范及管制 还有监管银行业务经营的法律 那也是管理及督促其他金融机构 经营活动的一个母法 那它很特别的是具有公法性质 那来规范金融管理相关法律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在这边呢 依照传统的分类方式 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探讨的银行法 分为广泛的银行法 以及狭义的一个银行法 那广义的一个银行法 它泛指的是 所有跟银行经营和业务相关的一个规范 那除了银行法本身的规范之外 那还包含与银行本身 所从事的例行性业务 以及存款跟放款 还有汇兑及投资等 能够跟客户发生相关法律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 其他相关的法律 那在我们这边呢 广义的银行法 它还包含了中央银行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机构合并法 甚至连证券交易法等 都是我们广泛的银行法的范围当中 那狭义的银行法呢 专职我们今天探讨的 是经过立法机关 正式的一个立法程序 所制定完成 那叫做银行法的这一步法典 好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这个银行法呢 它是管理与监督其他相关金融机构 业务经营活动的一个母法 所有的这个金融机构 都必须在它这个银行法的规范内 来经营 不可以预约超过那个范围 刚才也讲了这个传统方式 银行法的分类 有分广义的和狭义的 广义的就是指贩子 这个所有和银行经营业务 有相关的一个规范都在里面 狭义的是指一个国家立法机关 经过立法程序 而所制定出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想意的 就是银行法 其次我们再谈一谈第三项 银行法的制定精神是有哪些 我们请余教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 同学会发现任何一个法规的制定 都有它的主要精神 我们银行法的制定精神有四项 同学可以看 第一个它主要要健全业务的经营 因为银行是社会信用跟金融机构 我们说银行经营的得失影响到国家 影响到金融秩序的一个稳定 而且社会信用安定的话 那国家的利益就会立这个特别法 那么就来加以规范 重要的是要健全银行业务的一个发展 那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说它要保障存款人的权益 同学知道银行是收受信用的机构 那它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呢 就是存款人的存款 也就是说如果银行经营不散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体社会人的一个 存款人的一个权益 这样子也会造成存款人权益的一个损失 那如果是这样也会破坏 整体的一个金融信用的一个建立 影响很大 那第三个重点是要适应 产业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么银行的经营除了本身 当然它是一个盈利失业机构 它本身也要有利润 所以它除了要谋取自身的利润以外呢 还要兼顾社会整体经济的一个发展 那么对社会上各种生产事业 它的需求资金的时候 要给予供给 而且要协助 而且要鼓励它更新设备 那么来增进它的生产 来促进国民经济的一个繁荣 第四个重点是 它要配合国家的金融政策 那么因为银行有创造信用的功能 所以它必须配合国家整体的金融政策来发展 所以我们就发现银行的一个制定精神 主要只有这四种 好 谢谢余教授的说明 这个刚才谈到这个银行法注尽的精神 它第一项是想健全业务经营 这个因为有什么叫健全呢 因为银行经营的得失 会影响到这个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 还有社会的信用的安定 这是第一项 第二个呢 保障存款人的这个权益 因为这个银行经营不散的话 影响到整个社会存款人 造成存款人权益的这个损害 所以将整个社会 整个金融秩序的信用都破坏掉 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保障存款人的这个权益 第三是适应产业经济的发展 这个银行的金银要兼顾到这个社会 整体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也就是说要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等 第四项呢 它是配合国家金融政策 这个我们知道银行法注定的 会考虑到这个 因为银行有创造信用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必须要配合国家的金融政策 这是以上银行法所讲的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其次我们来谈银行法有何功能 请蔡教授说明一下 银行是资金的中介机构 那具有调剂资金的供需 以及建立信用交易 还有配合产业经济的发展 融通信用政策 还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效用 那所以银行的业务 对国家经济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那万一银行经营不善的话 不但会影响到存户的利益 甚至还会衍生性可怕的一个金融风暴 那所以我国银行法第一条呢 就规定了为了要健全银行的业务 保障存款人权益 适应产业发展 并且使银行的信用 可以配合国家金融的政策 故制定本法 那因此银行的一个制定 它的功能总共有四项重要的一个要点 第一个是健全银行体制 确立专业及中长期的信用体系 第二是改进银行业务 提高银行经营的效能 第三是便利中央银行 对货币信用的一个控制 以配合金融政策的一个运用 第四项的重点是 针对银行业务的发展 那改善银行经营及行政管理 以保障存款人的利益 那以上四点是银行法制定的一个功能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这个我们都知道银行它具有调剂资金的供需 建立这个信用交易配合产类发展 融通信用的供应 还有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效果 对国家经济安定成长 极有重要的 这个实际上归类 有这个银行公有四项 刚才蔡教授的说明 第一个是健全银行体制 第二项是提高银行的经营效能 第三是便利中央银行对货币 以信用的控制 第四项是改善银行经营环境 及行政管理 这个是个重点 其次我们要谈谈有关 新银行法修正的主要精神 我们请余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同学我们发现有所谓的 新银行法跟旧银行法 我们用民国64年来做一个区分 64年是一个分水里 我们来看64年以前叫旧银行法 64年以后我们称为新银行法 它的修正的主要精神有四大项 同学来看第一项 它主要要健全银行的体制 在这边它会修正 逐步修正有关的定义 有关的种类 业务跟体制 第二个重点它要划分信用期限 因为存款放款都有不同的信用期限 特别在这边它明定了 短期 中期 长期的信用 当然如果在放款方面 一年期以下是短期 一到期是中期 大于七年较长期 那第三个重点是 它要改进银行的业务 这里面它是针对一些 担保品的有无 还有它的实价 还有折旧率 还有销售率 如何来评定它的价值 那第四个重点 它是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个规范 它这边是采用了流动性的资产比例 还有所谓的存款准备制度 那也针对了选择性的信用管制 还有存款保险组织等等这方面 做了一个主要的修正 所以新银行法在民国64年以后 其实逐步也做了好多的修正 好 谢谢余教授的说明 刚才他还谈到我们修正银行法的一个主要精神 是从这个下面的四项来说明一下 一个是健全银行体制 再来是发分信用期限 第三是改进银行业务 第四是银行经营的管理方面 它这个主要精神有这四项 这个刚才余教授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其次我们再谈另外一项 就是说民国74年银行法修正幅度最大 其精神是什么 我们请这个蔡教授帮我们说明一下 民国74年5月20号银行法修正 那如刚刚余教授说的 新银行法是在64年之后制定的 那74年这一次新银行法的修正 它是新银行法实施以来 修正幅度最大的一次 那总共修正了27条 新增了两条 那修正的精神主要包含10点 第一项是配合银行自动化设备的使用 以及作业方式的一个改变 那第二项是扩大银行 成对汇票业务的一个范围 第三项是防止银行负责人 及银行的职员利用他的职位 取得不当的利益 那第四项是民定银行法 银行它是法人 那第五项是加强对信用投资公司的一个限制 信托投资公司的限制 那第六项是加强短期票券的交易 以及活泼银行资金的运用 第七项是兼顾存款人的利益 以及银行资金的调度 第八项是健全信托投资公司业务的经营 第九项是提高罚金以及罚还的数额 第十项是避免银行负责人 职务调动影响处罚的效果 那此次银行法的修正幅度 总共有这十项的要点 那修正幅度是非常大的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这个74年银行法修正 可以上新银行法来修正最大幅度的一次 它一共有修正了27条 新增加的有两条 它的修正的精神 它有包括这个十项 刚才这个蔡教授已经说明了很详细 我就不再重复 其实我们谈谈有关新银行法 以民国78年修正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我们请依教授跟我们说明一下 同学 民国7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是我们台湾在实施 所谓的利率自由化 所以整个条文就跟着变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四个 五个大项 那第一个大项是要强化 银行经营的自主 这里面的自主性呢 包括可以充实资本方面 它提高法定盈余的一个比例 从20%到30% 那第二个小项是 它限制了大股东的股权 那这一个里面的重点包括 同一个关系人持有股份 不可以超过15% 第三个呢 它授予银行自由去决定 它的存放款利率 这就是利率的一个解除管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第四个呢 它明定了收受存款的一个意义跟它的范围 那第五个呢 它是征定了对客户 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保密 资料保密原则 包括存款 放款 甚至汇款 非本人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它的一些秘密 这是保密原则 那第二个大项我们说 它要维持金融次序 当金融业经营有不散 甚至有发生所谓的经营困境的时候 甚至影响到整体金融秩序的时候 可以给予所谓的停业 或者是派员去监管 或者是接管等等这些措施 那么第三个大项是要健全银行的业务经营 这里面它弹性的放宽 所谓的可以开发一些新的金融商品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 还有所谓的利息 可以依照存款期间 定期存款的利率等等这些的规范 做了一个改变 那再来就是扩大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这边针对直系血清三清等 跟阴清的二清等 做了一些很仔细的规范 那第四个重点项目是放宽外国银行 办理业务 增列外国银行业务 第五个是明定去取缔 非银行的一个经营等等 好 谢谢余教授的说明 我们休息一下 刚才余教授有关这个78年 这个修正的主要精神 银行法修正的主要精神 他一共有五大项 我把标题再重复出 一个是强化银行经营的住宅性 第二项是维持金融秩序 第三是健全银行业务的经营 第四项是放宽外国银行 办理业务的范围 第五项是明定取缔 非银行经营银行业务的内容 这个内容刚才余教授 已经说明很相细 其实我们再谈一谈 89年11月银行法制大幅修正 内容如何 我们请蔡教授跟我们说明一下 民国89年11月银行法大幅修正 总共修正了32条 那增定了29条 删除第四章的张明 以及13条 那修正的重要重点 总共有六大的重点 第一个是银行体制综合化 那在此项当中重要的一个内容 有删除除去银行章 以及同时修正 扩大商业银行的一个业务范围 那另外也删除了现行条文当中 第九条除去存款定义的一个规定 那第二项的一个修正重点是银行业务的现代化 那在这一项的这个业务现代化里面呢 一些重要的规范 包括了配合修正商业银行法的定义 以及经营业务范围的相关规定 那第二个是增定了商业银行的发行金融债券 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 那另外授权中央主管机关的一个 订定相关规范以及管理期风险 都是第二项银行业务现代化 这一项重点当中所做的一个修定 那第三项是加强主管机关 对问题银行的一个处理权限 那在此项当中呢 明定相关程序以及效率的一个规定 另外配合删除现行条文 第63条的一个规定 那第四项的修定要点 充实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一个管理规定 那在此项要点当中 增定了经营货币市场业务的机构 准用银行法各章相关条文的规定 那另外也增定了 外国银行设立及管理办法的授权法律 以及准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以及第六章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第五项的一个修定重点为 配合金融发展趋势的增定事项 卷权银行经营的规范 另外也增定了银行发行现金储蓄卡 应经过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并且依规定提列相关的准备金 那另外呢 很特别的是 为了要培育金融事业的人才 那在此次银行法的修正内容当中 也增定了银行应该提拨资金 并且专款专用 用于办理金融延续发展相关的一个事宜 第六项的重点 也在针对相关的法则加以修定 那这是民国89年11月 银行法大幅修正的内容 谢谢蔡教授 刚才对这个89年的银行法的修正 讲得很详细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细节 大概就有二十几条 不便在重复 但是我们也晓得 政府因为因应这个国内外经济的 快速的变迁 配合国家金融政策 在后面97年12月又有修正银行法 97年刚才89年 他这个97年修正的重点有四项 第一项是强化有控制股东 控制权的股东之管理 就是管理这个股东有控制权的一个管理 第二是建立立即纠正措施 及退场机制 第三是速度的公开这个银行客户大额带账的资料 就是有欠账带账的要公布 在第四是落实这个差异化的管理 这个就是我们几年前这个97年的一个修正 特别提出来报告一下 其次我们再谈另外一项 就是说根据银行法第一条 规定有四项 四个项目 像健全银行业务的这个经营 保障存款人权益 适应产业发展 并使银行系统配合国家金融政策 这是项 请问在一项健全银行业务之中 经营方面有什么主要规定 我们请余教授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的 同学在银行法第一条里面提到 健全银行业务经营有六大条 那我们来逐项看一下 第一个 在第36条 它有规范到所谓限制无担保 还有保证的一些规定 那在37条 它规定一些职务 还有一些抵押物的一些 最高的放款的一些利率限制 那么在第42条 它的规定是适度调整 各种存款准备率的一个范围 那么第43条的规定 它是规定流动资产 以及各项负债的一个比例 那么在第44条的规定 它是规定银行的一个自由资本 跟它的风险性资产的比例 这是非常著名的 所谓国际清算银行BIS 针对这个巴塞尔一个协定 当然陆续的都有修正 目前是规范不得低于8% 那么第45条的一个规范 是要委托检查银行一个业务 跟它的一个账目 或者我们说它限期要承报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甚至一个财产目录表的一些规范 好 谢谢余教授 刚才对银行法第一条 有四个主题的一项 也就是健全银行业务的这个经营 有什么样的规定 它当然从这个1到6项 一共有6个法条 这个第一条法条是限制无担保的一个 或保证有一个限制 还有一个第二项是37条 是规定这个职务 或抵押物资最高的一个放款利率 职务 还有第42条是 速度的调整各种存款利率的一个范围 这个应该都可以懂的意思 第43条 规定流动资产及各项负债的比例 第44条是 银行最有资本及风险性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比例 不得低于8% 45条是 委托检查银行业务及账目 或限期承报这个资产负债表 还财产目录 这是在银行法的规定里面的 重要的一个重点的说明 其次我们再谈谈 我们刚才讲这个银行第一条有数个主题 现在讲另外一个目录就是保障存款人的权益 这方面有什么主要的规定 我们请蔡教授跟我们说明一下 银行法在第42条46条以及48条当中 皆对保障存款人的权益做出了规范 那包含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规范等等 都是在这三条法律当中所做的规定 好 谢谢蔡教授的说明 今天时机您到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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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